12月初 一次较为明显的地磁暴活动 让中国多地出现极光现象 据了解 极光实际上是地磁暴的副产物 地磁暴是什么 极光为何大范围出现 地磁暴对我们的生活有何影响 记者就此采访了国家卫星气象中心研究员宗卫国 我们知道地球它是有磁场的 地磁暴实际上是地磁场的一个剧烈的扰动 发生的原因主要是太阳爆发 那个传播到地球 它会对地球磁场磁森顶进行压缩 然后导致磁尾重连 有剧烈的这个能量的变化 是这样一个过程 宗卫国介绍 此次地磁暴强度等级达到了KP7 属于强地磁暴 在发生较强地磁暴时 中底纬地区乃至赤道地区也能看到极光 在那个地磁暴期间有很多那个高能量的粒子 因为那个磁尾重连 它会沿着磁离线进入那个地磁的两极 然后就在地球的这个两极产生了红色啊绿色啊 这些绚丽的光 那就是极光 地磁暴发生之后 极光的区域它会向低纬扩散 磁场对于这个粒子的这个约束作用 你能量越高 它可能就跑的范围就越大 那就有可能往地位方向走 就有可能在地位地区看到这个极光 有一次他们号称印度都看到了极光 你想印度维度多低 综卫国介绍 地磁暴对人类的身体健康几乎没有影响 但会对人类的生活造成影响 我们现在给它分了五大领域 那航天这不用说是吧 人类你到了空间当中 那它必然受到这个空间天气的这个影响 就是地磁暴的这个影响 轨道下降啊 高能粒子的撞击啊 这些风险的存在 然后航空呢 它是急需飞行会受那个辐射的损伤 对于长期急需飞行的这个空乘人员 的确会产生一些影响 导航方面 它有可能信号丢失啊 还有就是导航误差变大这样的情况 然后还有通信 有可能你的通信效率会变低 另外还有就是管网 我们知道地磁是剧烈的磁场变化 磁场变化会导致这个电流变化 那就会产生改善电流 这里面包括石油管道 电网 它会影响这个 这些管网的正常的这个运行 宗卫国表示 太阳活动的平均周期是11年 当前正处于第25太阳活动周的上升期 2025年前后或将达到峰值 此过程中第四报活动将会增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